中国的新卫星升空被认为是太空武器 它有何作用 为何美国人都无法解决这种太空武器的难题 中国作为航天强国 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太空探索的脚步 不过有意思的是 在外界看来 中国不仅航天实力强 在太空武器这一领域甚至能超越美国 据媒体报道 10月17号晚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 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4号送入太空 并且成功进入了制定轨道 据获悉 这是一颗通讯卫星 对于我们来说 中国卫星发射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然而外媒却对这颗新卫星予以了高度关注 并且认为这颗卫星是中国的太空武器 据获悉 有外界的声音表示 该系列卫星是中国正在构建天机导弹预警系统的标志 根据描述 目前中国已经发射了四颗该类卫星 初步建立了中国的天空反导体系 从而能第一时间判断 希莱的弹道导弹做好及时的防御 实际上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4号 是不是天机导弹预警系统 我们不得而知 但美国却是正在做着类似的决策 在不久前 美国开展了一个名为 天机红外系统卫星的项目 按照该计划 美国希望依托NASA 在新型卫星上部署传感器 和探测希莱的高超硬素导弹 与弹道导弹并做出防御 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正在评估 有关空间传感器架构的9项方案 国会也已经拨款7300万美元 美机构计划在提交的9项方案中 选出3项进入计划的下一阶段 而选拔过程将持续6到9个月 为了准确及时足迹导弹 美国人也想到在卫星上安装激光武器 让激光能第一时间摧毁导弹 不过此前有专家指出 美国的天机红外系统卫星 仍然面临着两个难题 一是所安装的激光武器 是否有足够威力摧毁来袭的导弹 因为现阶段 人类对这种战略局的激光武器发展 仍然不充分 而另一个难题就是 高超音速导弹不仅速度快 飞行路选也变化多端 而传感器要是稍有延迟 将导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美国的这套防御系统 能否真的抵御徐来的导弹 仍然备受质疑 有意思的是 国外对于中国的天机导弹预警系统 倒是并不怀疑 毕竟他们认为 中国的第四颗都升空了 相信已有把握 莫非美国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真的被我们解决了